癌症,一个令人生味的疾病,让人一想到它就不寒而栗,它的代价昂贵,治疗效果难以预测,这对普通家庭来说是沉重的负担。 患上癌症就像是走进了鬼门关,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挑战。 然而,癌症的起源是一场微小的变异,一个细胞的错误。 这个过程通常是不可见的,几乎不可察觉,但它却可以在体内悄无声息地蔓延。 让我们看看最近的统计数据。 去年,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数据让人震惊。 癌症患者数量达到了482万例,死亡病例更是高达321万例。 这个数字令人心惊,但更令人不安的是它的不断增加。 为什么尽管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? 癌症患者却逐渐增多,正如一句古艳所言。 人之所以患病,多元于饮食。 这句话的内涵十分深刻。 它提醒着我们,尽管我们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, 但我们的饮食习惯却愈加复杂。 同时,为了追求经济利益, 人们也不惜使用各种食品添加剂。 这使得我们摄入有害物质的风险大幅增加, 进一步加剧了罹患癌症的风险。 此外,现代生活节奏快速, 许多人的生活方式不规律,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癌症的患病风险。 健康与饮食息息相关。 我们可以通过正确的饮食习惯来预防和改善健康问题。 生活中有众多食物具备强大的抗癌。 抗炎和杀菌功效, 持之以恒地食用这些食物不仅可以减少患癌症的风险, 还能增强自身免疫力。 1. 番茄 番茄具有甘甜的风味, 同时也带有一丝酸味。 具备滋补气血, 滋养阴液的功效。 其丰富的营养成分使其成为一种极为有益的蔬果。 富含丰富的番茄红素。 这一成分被认为有助于预防前列腺癌, 乳腺癌和肺癌等多种癌症。 为了最大程度的吸收番茄中的有益成分, 最好将番茄与一些油脂一同食用。 而且熟透的番茄口感更佳。 推荐食谱, 西红柿炒鸡蛋。 准备食材, 西红柿, 鸡蛋, 葱花, 辣椒。 制作步骤。 1. 选用熟透的西红柿皮容易去掉, 且味道更浓郁。 在西红柿的顶部, 画上十字花刀。 然后将其放入热水中焯水, 使皮容易去除。 去皮后切成块备用。 2. 在一碗鸡蛋中加入食盐、 鸡精、白醋和淀粉水。 搅拌均匀, 淀粉水可以提供更嫩滑的口感。 确保将鸡蛋搅拌均匀, 蛋黄和蛋清完全融合。 3. 在热锅中倒入适量的油, 确保油多且温度较高。 将鸡蛋液倒入锅中, 迅速翻炒至鸡蛋快变成金黄色。 将炒好的鸡蛋盛出备用。 4. 另一个锅中烧热油, 加入姜末翻炒出香味。 然后加入切好的西红柿块。 加入食盐并迅速翻炒, 使西红柿炒软并产生汤汁。 5. 将炒好的鸡蛋倒入西红柿锅中, 快速翻炒均匀。 最后淋入水淀粉勾芡, 加入葱花, 再次翻炒均匀。 即可上菜。 2. 洋葱。 洋葱是一种常见的食材。 然而, 它的健康益处远不止于此。 它富含丰富的锡元素, 有助于增强心血管和脑部健康。 此外, 洋葱还可以激活骨光肝胎的生成, 从而降低患癌症的风险。 这使得洋葱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健康食品选择。 推荐食谱, 洋葱炒肉。 准备食材, 洋葱, 猪肉, 生姜, 辣椒。 制作步骤。 1. 包去洋葱外皮切成小块。 将五花肉切成薄片。 准备一些青辣椒, 去地和辣椒子后切块。 还需要一些大蒜片和生姜片。 2. 在无水无油的锅中, 加入少量植物油, 然后加热。 将五花肉片放入锅中, 用中小火慢慢煸炒。 炸出油脂, 加入一些老抽, 翻炒以上色。 加入切好的青辣椒, 姜片和大蒜片。 继续中火翻炒, 加入一大勺料酒, 以去掉最后的腥味。 3. 将所有切好的洋葱和青辣椒倒入锅中。 用大火不断翻炒, 加盐, 以免洋葱变软。 加入盐, 白糖, 白胡椒粉, 生抽和蚝油。 快速翻炒均匀。 调味后继续炒十几秒, 确保所有食材充分混合。 最后, 将炒好的五花肉炒洋葱青椒盛出, 即可享用。 总结, 看完记得给我点个赞, 点个赞看。 如果觉得有用, 可以转发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观看。 感谢大家的支持, 祝大家身体健康。